根据代理首相敦马哈迪欲组成大联合新政府的举动 我们在多方深思熟虑后决支持安华为首相 大联合政府的提议虽看起来好像一片和好和谐 实则却是违反了民主原则 我们相信在执政党与反对党互相制衡的情况下 滥权 贪污等陋习才能被控制 若国家呈现零反对党状况 制衡机制将不复存在 同时 首相则会被赋予过大的权利 可绕过政党 任意的委任官职 严重破坏国家民主 这对于人民来说又怎么会是好事 况且 若我们接受大联合政府 就意味着我们也需接受盗贼统治的巫统 保守派的一党和叛徒阿兹敏的加入 无疑就是变相接受并成为后门政府的一员 这完全违背了民意 也不服民主行动党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 更是整个西盟都不能接受的 若敦马哈迪真已放弃西盟 转而阻大联合政府 也是违背了509人民投选西盟的委托 为此 西盟院支持安华为第八任首相 因这本来就是西盟当初的竞选宣言之一 也是人民的愿景之一 而安华原本就早已与敦马哈迪协议将在今年年尾交棒 但因小人作祟而导致如今政局纷乱 那西盟院继续谨守当初的宣言 就是支持安华为首相 尽管 我们深知这一支持或许会导致目前政治破局 被逼面对解散国会的风险 而劳民伤财地举行闪电大选 甚至西盟可能会因此而失去政权 但我们不能如祖后门政府的那帮无耻之被那般眷恋权力而违背原则 我们无惧再次成为反对党 却绝无法把民主精神当作政治筹码 典荡给盗贼与叛徒 根据代理首相敦马哈迪欲组成大联合新政府的举动 我们在多方深思熟虑后 决支持安华为首相 大联合政府的提议虽看起来好像一片和好和谐 实则却是违反了民主原则 我们相信在执政党与反对党互相制衡的情况下 滥权 贪污等陋习才能被控制 若国家呈现零反对党状况 制衡机制将不复存在 同时 首相则会被赋予过大的权力 可绕过政党 任意的委任官职 严重破坏国家民主 这对于人民来说又怎么会是好事 况且 若我们接受大联合政府 就意味着我们也需接受盗贼统治的巫统 保守派的一党和叛徒阿兹敏的加入 无疑就是变相接受并成为后门政府的一员 这完全违背了民意 也不服民主行动党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 更是整个西盟都不能接受的 若敦马哈迪真已放弃西盟 转而组大联合政府 也是违背了509人民投选西盟的委托 为此 西盟院支持安华为第八任首相 因这本来就是西盟当初的竞选宣言之一 也是人民的愿景之一 而安华原本就早已与敦马哈迪协议将在今年年尾交棒 但因小人作祟而导致如今政局纷乱 那西盟院继续谨守当初的宣言 就是支持安华为首相 尽管 我们深知这一支持或许会导致目前政治破局 被逼面对解散国会的风险 而劳民伤财地举行闪电大选 甚至西盟可能会因此而失去政权 但我们不能如祖后门政府的那帮无耻之被那般眷恋权力而违背原则 我们无惧再次成为反对党 却绝无法把民主精神当作政治筹码 典荡给盗贼与叛徒 前经济部长阿兹敏 这几天忙碌地穿梭在五星级酒店里与他心交的好朋友们 包括巫统 一党 马华等 吃饭 商讨如何搞他最想要的后门政府 当全球都在苦恼着因为肺炎疫情不退所面临的经济寒冬期时 马来西亚也急需经济振兴政策以渡过难关 帮助中小企业此恶劣环境中能继续站得住脚 然而 我们曾经的经济部长阿兹敏对救国救民救经济全都没有兴趣 他只对后门有兴趣 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震惊全国的政变行动 逼迫马哈迪不可交棒于安华 并与他和其他使指从公正党跳出来的青蛙 还有巫医组成新联盟来推翻西蒙政府 其实人民早就厌倦政治恶斗 在疫情肆虐的情况下 更希望的是能够全国齐新手经济 而阿兹敏身为经济部长 不搞经济 反而全都丢给前财政部长林观音 只专心一致搞叛变 而且 事后竟还能大言不惭地高喊自己不是叛徒 深感阿兹敏的后脸皮都能够挡子弹了 说到底 阿兹敏为什么有经济部搞 要搞政变呢 因为在他心里眼里根本都没有人民 而只有他自己的政治事业 对于他来说 如果马哈迪真的交棒于安华 那么他的野心就无法实现 这对阿兹敏来说 才是头等大事 人民的生死 人民的托付 人民的信任 他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了 或许阿兹敏曾经也有过良心 但为了权与力 在过去几天里 他已典当了一切政治原则 背叛自己的政治盟友 出卖支持改朝换代的选民 算是完全丢弃了他做人的良知了 阿兹敏的叛徒行为固然重创了西蒙政府 但受害最深的还是选民 民主行动党在此对阿兹敏的一切行为深表不屑于不耻 也望民众能够看清这位忘恩负义 卑鄙久留的政客嘴脸 根据代理首相敦马哈迪欲组成大联合新政府的举动 我们在多方深思熟虑后 决支持安华为首相 大联合政府的提议虽看起来好像一片和好和谐 实则却是违反了民主原则 我们相信在执政党与反对党互相制衡的情况下 滥权 贪污等陋习才能被控制 若国家呈现零反对党状况 制衡机制将不复存在 同时 首相则会被赋予过大的权力 可绕过政党 任意的委任官职 严重破坏国家民主 这对于人民来说又怎么会是好事 况且 若我们接受大联合政府 就意味着我们也需接受到贼统治的巫统 保守派的一党和叛徒阿兹敏的加入 无疑就是变相接受并成为后门政府的一员 这完全违背了民意 也不服民主行动党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 更是整个西蒙都不能接受的 若敦马哈迪真已放弃西蒙 转而阻大联合政府 也是违背了509人民投选西蒙的委托 为此 西蒙愿支持安华为第八任首相 因这本来就是西蒙当初的竞选宣言之一 也是人民的愿景之一 而安华原本就早已与敦马哈迪协议将在今年年尾交棒 但因小人作祟而导致如今政局纷乱 那西蒙愿继续谨守当初的宣言 就是支持安华为首相 尽管 我们深知这一支持或许会导致目前政治破局 被逼面对解散国会的风险 而劳民伤财的举行闪电大选 甚至西蒙可能会因此而失去政权 但我们不能如祖后门政府的那帮无耻之 被那般眷恋权力而违背原则 我们无惧再次成为反对党 却绝无法把民主精神当作政治筹码 典当给盗贼与叛徒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